明年 明年 因为今年报名的并不是很多 就要明年我们可以有500个 那我们学校参加奥工业的学生 可以越来越多 可以越来越多 不过今年 首先我代表我们主任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说明会 那各位都是 有目标的一群 我鼓励各位就是说 学校有还很多力气 帮各位去争取这些资源 那除了交换以外 我们现在陆续也在国外 像Michigan University 各位同学好 那我等一下会讲的是 我们校籍政策要怎么申请 然后等一下大家听完 应该会对于申请奖学金 很有兴趣 所以等一下我同事一川会 然后接下来讲学校 还讲过今天的申请的一些须知 好 然后待会最后立平讲 他的老公的感受都没有关系 因为他等一下还会 针对校内部 其实同学讲一些笔助的事情 那如果学校没有其他理论的话 你接下来就讲 行政策的部分 就是本校生出国可以申请哪些补助呢 那本校生会分成 两个部分 一个是大学部的同学 那一个是研究所的同学 那新的网页这边也有 在这边 一样从国际中心的网页进去 然后一样到中文版 在各类鼓注这边 然后有一个教育部学海系列计划 同学都可以点进去看 就是大致上的说明 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几篇 同学可以点 每一篇点进去 里面都还有其他的附件 要再点进去 谢谢大家